为了领高额保险金 不惜忍受干兵急动到刺骨的痛苦 这样真的值得吗 台北市一名张信南大生 一想天开满了大量干兵 回到住处将双脚泡进干兵桶里 更找来廖信南同学把自己捆绑椅子上 还帮忙录影拍照 离谱行径经常达10小时 两天后张南因双脚痛到不行 紧急送医检查后发现 他两只脚小腿以下有四度冻伤 严重到须将膝盖以下部分截肢 但张南住院期间却心系保险金 我同廖同学以汽车夜游遭冻伤为理由 前后向五家保险公司申请八张健保 受险旅行平安险 总计理赔金额高达4126万元 顺利诈取超过23万元后 保险公司眉头一皱 查出此件不单纯 认为张南购买保单 与申请理赔的时间仅不到半年 有些甚至只差几个星期 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后赶紧报警 终究只包不住火 张南却辩称是因为同学惹到黑道弟兄 才听从指导其铤而走险 检警追查来龙去脉后 并不采信两人供词 并依诈欺 帮助他人自伤致重伤等最嫌将两人起诉 解送画面曝光 张南在警察搀扶下一搏一搏的走路 年仅二十几岁却终身残疾 也让检警不胜唏嘘